没关系 你妈那点虚心算什么呀 你没看见那群老阿姨 炫子女的火力有多猛 阿姨能撑那么久 女中豪杰 对了 你这没输钱吧 我妈说你上次输钱了 你这挣的本来也不多 哪能这么忙的一点 今天手机好 赢了 再说打麻将 叔叔盈盈很正常啊 那就行 你都不知道我妈 有多喜欢你 都恨不得找你妈商量 把咱俩换了 我呀 人嫌狗不带见 那我妈肯定愿意 你是律师 这么优秀 她开心死了 我告诉你 你们都被影视剧里边 那些动不动就年纪轻轻 挣特别多钱的律师 给骗了 都是假的 你看我 整天忙得跟狗一样的 师父吃肉我喝烫 挣的都是辛苦去 但是你工作稳定 人又勤奋 不像我 你怎么了 这父母不都担心 自己自己过得不好吗 都 凌霄和子秋是特例 不在参考范围之内 那我也是特例 你怎么了 我妈的标准 以前是希望我多拍广告 让她出去特别有面子 现在是随着你干点什么 谁要别做梦让她丢脸 我觉得你妈只是不太会表达吧 父母不都这样吗 觉得自己孩子年龄小 不懂事儿缺乏社会经验 但其实都是为了咱们好 所以我应该按照她的话去生活吗 也不是 我的意思是 她至少不会害咱们 咱们有的时候啊 也应该站在她们的角度 考不考 不好意思啊 我都管闲事了 没有 我觉得你说得也对 你别再刻意送我了 你不是还有案子吗 快回去吧 没事 反正我都送到这儿了 我正好找 找子秋有点事 那正好月亮买了点好茶 我泡给你喝 好 月亮最近忙什么呢 也不回我微信 你找他有事啊 我上次不是托他打听电视台 招聘的事吗 我正好谢谢他 他这两天回家了 他没在家啊 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们月亮是顺手的事 唐灿 那我想了下 要不然我还是先回去写案子吧 这也挺晚的吧 好 那你上去吧 我先走了 再见 拜拜 什么呀 还说来看贺子秋 不就是想把我送到楼下吗 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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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谁欺负你了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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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保护人 我快 快给我看看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你怎么哭成这样啊 心疼死了 那么小女子 流血不流泪啊 你别哭了 谁欺负你了 你倒是跟我说 谁欺负你了呀 我就打死他 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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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谁在呀 快出来 出来 你老人 你聋了 你没哭那么大声 你没听见呀 死人呀 快去 快去啊 怎么了 怎么了 还哭了 你干吗打我 你没事 你没事 好了 叔 怎么了 你别了 你别了说 说我是狗 你去找秦月了 你干吗怪你 你还没想到 你呢 你我就没想到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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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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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敷一下 不然明天早上眼睛肿了 哭完好受点了吗 秦农月现在肯定觉得很丢脸 等她冷静两天 我好好跟她道歉 你都不喜欢人家 你道歉有什么用 喜不喜欢这个东西 又不是自己能控制出的 来 你看看你 你看你给我咬的 疏狗啊 疼啊 嗯 疼 你给我揉揉 你说你呢 我正在气头上 你还非要来惹我 活该 你手好拼啊 我刚刚握了这个 你别乱动 还揉不揉了 揉 我刚刚握了这个 你别乱动 我回来了 小哥 李先生你哭了 没有 没事儿 和秦农月吵架了 你们一会儿吵一会儿好 女生真是 是 对了 我今天见贺阿姨了 贺阿姨 就是差点成你后妈那位 你们跟她说